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香港地区 澳门地区 各一名载荷专家入选 今年端午节假期 全国国内旅游出游 合计1.1亿人次 同比增长6.3% 国内游客出游总花费 403.5亿元 同比增长8.1% 龙舟赛等民族活动 成为假日旅游新亮点 各地举办飞移 展演 集市 赛事 民族等活动 让游客参与互动体验 感受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 据台媒报道 美军印太司令帕帕罗 日前接受华盛顿邮报 专栏作家罗金专访时 声称一项名为地域的应变计划 将让美军得以快速部署无人机 以干扰所谓大陆侵台行动 为美国集结盟友争取时间 对此有党内网友评论称 这是美军抢预算的日常 不要在那边拱火 稍后请看详细报道 关注连岸 连岸关注 这里是海峡会视 今日海峡 我是静贤 我们一起来看新闻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获悉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第四批 预备航天员选拔工作 日前结束 共有十名预备航天员最终入选 包括八名航天驾驶员 和两名载荷专家 香港地区 澳门地区 各一名载荷专家入选 我国载人航天工程 第四批预备航天员选拔工作 自2022年下半年全面启动 经过了初选 复选 定选三个阶段 其中航天驾驶员的选拔 首次覆盖陆海空三军现役飞行员 而载荷专家方面 则是首次面向港澳地区选拔 第四批预备航天员选拔 共有十名预备航天员最终入选 包括八名航天驾驶员 和两名来自香港地区 澳门地区的 赛赫专家 后续 他们将进入中国航天员 科研训练中心 接受全面系统的训练 来自港澳的这个甲赫专家 他是经过了我们的层层选拔 就是从初选基本条件的选拔 到复选参加我们的更全面深入的 临床医学检查 各项生理功能检查 我们的航天环境适应性的耐力的选拔 还有心理的各项测试 还有职业基本素质的考察等等 然后我们还进行了定选的查访 走访的各项的选拔 中国计划在2030年前 实现载人登陆月球开展科学探索 航天员队伍从选拔到训练 都统筹考虑了空间站和载人登月这两大任务 目前我国航天员选拔训练体系更加成熟完善 随着载人航天国际合作的深入推进 还将有国外航天员参与选拔训练 并执行中国空间站飞行任务 除了第四批预备航天员选拔工作 备手关注之外 连日来成功完成世界首次 月被采样的嫦娥6号成为全球焦点 岛内舆论更是密切关注 大陆航天发展的最新成就 最近几年 大陆航天的最新发展成果 无一例外都在岛内引发热议 不仅岛内媒体对神州系列飞船 发射任务进行直播 连功勋 飞向月球等反映 中国航天发展历程的电视剧和纪录片 也备受到内民众追捧 嫦娥6号完成世界第一次的月球 背面采样跟起飞 哇 这真的是不得了 了不起的任务 我相信海内外全体中华民族的骄傲 当时已经划时代的大势了 我估计了 有很多人可能都在看这个转播 因为它终究是历史性的大势 我觉得予有容颜 在岛内媒体和社交平台的相关报道和讨论中 史上首次 人类突破 世界顶尖等等是高频词 岛内除了赞叹大陆航天实力硬核 世界领先外 一贯所谓逢中必反的民进党 岛内绿营媒体和名嘴也都噤声了 许多岛内网友也注意到这个现象 留言称 绿营集体必卖了 这事真是想黑都找不到角度 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副研究员 任东梅表示 全面建成天空空间站 神舟18号自循环水生态实验 嫦娥6号 世界首次月被采样 只要是接受过现代教育的人 都能知道这些成就的分量与重要性 民进党硬黑只会显得自己无知 相关问题 我们来连线北京演播室的嘉宾 时事评论员张华 张先生您好 连日来成功完成世界首次 月被采样和起飞的嫦娥6号 成为全球焦点 岛内舆论更是密切关注 大陆航天发展的最新成就 那么对此您有何解读呢 是 我们看到嫦娥6号 从月球背面取样 这确实是全球以这个瞩目 包括这个台湾岛内用的很多词译 不论是史上首次 还是人类的这样一个 里程碑意义的一个事件 等等等等 确实是这个本身 这样一个事件 以及的背后透露的技术 以及所蕴含的一些意涵 确实是这个值得大家广泛的关注 但是这样一个 受到大家广泛关注一个事情 在台湾岛内能够被广泛的讨论 甚至说基于正面的评价 实际上这一点也值得大家来高度的关注 首先我们知道台湾岛内的很多媒体 包括很多这个舆论 多数实际上是只报道我们中国大陆负面的一些情况 于是乎甚至出现了熟的大陆这个高铁 没有这个靠背 这个大陆人吃不起柴铁蛋等等等等 这些错误的或者虚假的这样一个言论 那现在对于大陆这种高速发展的一个成就 尤其是在航天领域取得重大的成绩 台湾岛内民众能够正确的看待 尤其是这个正面的评价实属是难能可贵 也显示说这个对于台湾岛内的支撑当局 妄图采取这种负面的无名化的认知战的方式 然后来这个挑起两岸民众的这样一个对立和对抗 是完全不可能得逞的 最终还是要靠两岸同胞这种民间的交流 正确的认知和看待才是正确的一个道路 另一个层面我们也能够非常清楚的看到 我们现在中国大陆取得这些巨大的发展的成就 尤其是在航天领域的成绩 那对于吸引台湾岛内民众尤其是年轻人 积极地参与到两岸的统一事业当中来 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虽然这是在航天领域的成绩 跟两岸关系本身看起来关系并不是很大 但是当台湾岛内的民众看到中国大陆中重大的成就 尤其说如果将来实现统一以后 台湾岛内民众和同胞也可以参与到 中国大陆中巨大的成绩当中来 能够感受到取得相关成绩的荣耀感 那对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 对推进子国的统一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好的 感谢张先生的点评 来看下一条 今年端午节假期 全国文化和旅游市场总体平稳有序 据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 全国国内旅游出游合计1.1亿人次 同比增长6.3% 国内游客出游总花费403.5亿元 同比增长8.1% 这个端午假期 各地举办飞移 展演 集市 赛市 民俗等活动 让游客参与互动体验 感受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 中国旅游研究院专项调查显示 假日期间96.2%的游客体验了文化项目 除了龙舟观赛之外 水上乐园 漂流 港海和各类小众水上运动 也是热门玩水体验 同时 都市休闲 郊野旅游 中进城旅游市场活跃 旅游景区 度假区 历史文化街区和商圈 成为假日旅游主要游气空间 专题调查显示 超过八成的游客选择省内旅游 私驾游和私住游成为小长假个性化 品质化出游首选 端午当天 恰逢多地高考结束 持准考证考后游 带来假日出游的翘尾小高峰 假日期间 德青 铜炉 物园 平潭等县域旅游目的地 成为周边自驾短途游的热门目的地 此外 这个端午假期 龙舟经济不断升温 众多城市借助举办龙舟赛的契机 以赛事促进旅游 激发文旅消费的新活力 在浙江嘉兴 除了每年端午的重头戏 龙舟竞度 还有古镇游戏 飞移集市 果纵比赛等一系列精彩分成的端午活动相继展开 拉动了酒店 民宿 餐饮等业态的增长 在广东赵庆 第二届赵庆传统龙舟大赛 吸引了超20万群众前来观赛 在赵庆纲耀区金利镇 年轻人利用3D技术 打印出传统龙舟的龙头 在手工上色 这种龙头 体型小巧 行神兼备 一经推出迅速销售以空 还有不少人上门预定 在江苏无锡清明侨畔 12支龙舟队的200多名选手在古运河展开了激烈角逐 与此同时 无锡市清明侨历史文化街区 围绕夜购 夜游 夜鱼 夜秀 夜读等主题活动 以传统文化带动文旅消费 为龙舟经济注入文化活力 采龙敬宴 龙舟敬宿 在四川德阳 龙舟公开赛 端午诗词朗宗会等特色文化活动吸引了八方来客 参赛选手们通过水上表演 龙舟点睛 龙舟巡游等精彩环节 全面展示传统龙舟文化 精彩的比赛也吸引了数万市民和游客前来观看 6月7号至9号 一场别开生命的童木失丰处运 共是文脉传承 两岸交流活动 在屈原故里 湖北省宜昌市紫归县举办 开幕式上 来自台湾张化县和苗栗县的嘉宾们和紫归民众聚首屈原词 伴随着深邃古朴的古乐声 走到机台前 敬县花篮 祭品 缅怀师祖屈原 共襄端午盛典 在紫归县毛平镇宾湖社区 台湾张化县宝布里趋势后裔 张化县屈原文化推广协会会员 和社区民众围坐一团 包粽子 坐香囊 挂爱叶 薰爱灸 点雄黄酒 品端午茶 互交互学 辖江耗子 高山清等两地特色民歌 沉浸时体验屈原故里的端午习俗 其实来这边真的是很感动 因为毕竟你如果说来到一个 你祖先的一个根地 你那种心情会觉得说 终于好像回到家里的感觉 这样 真的有那种感觉 活动期间 台湾嘉宾走进 屈原故里文化园 海峡立岸交流基地 感受屈原深沉的爱国情怀 鱼音绕梁的浪漫诗篇 见证两岸同胞连续14年的交流成果 参观了湖北三峡移民博物馆 屈估集团 华为电商物流员等景点和企业 进一步了解紫规的发展历程和前景 我每次来指挥医就是来拜我的祖先 我不是来玩的跟我们交流 参加活动的台湾嘉宾们纷纷表示 他们深切感受到了大陆同胞的热情和友好 深刻体会到了中华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和独特魅力 留下许多难忘又美好的记忆 以后将积极参与更多的立案交流活动 讲好立案一家亲故事 为推动两地更大范围 更深层次 更高水平上的交流融合 共谋发展 贡献力量 宣传这么些年也不知道好不好使 指定好使啊 其他人呢 我在这儿呢 这下看清楚了吧 看清楚了 定期献血为健康加分 不管什么行 无常献血最有行 朱熹理学思想中倡导的笑脸思想 经过漫长的历史传承 已经深深融入到大地中 朱熹的诸多廉政思想 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 时刻提醒大家 任何时候都要拥有一颗共心 公正做事 不存私心 做人要存正直之心 行仁义之德 不以一毫私利自闭 欢迎回来 我们继续来看新闻 据台媒报道 美军印太司令帕帕罗 日前接受《华盛顿邮报》 专栏作家罗金专访时 声称一项名为地狱的应变计划 将让美军得以快速部署无人机 以干扰所谓大陆侵害行动 为美国集结盟友争取时间 对此有岛内网友评论称 这是美军想预算的日常 不要在那边拱火 报道称 美军印太司令帕帕罗 在新加坡参加 香格里拉对话会后 接受专访时声称 当大陆对台展开行动时 美军会在台海 部署数以千计的无人潜艇 船舰和飞机 阻止解放军的脚步 为美国与盟友争取集结时间 但帕帕罗没有透露计划细节 仅宣称可以实现 对于帕帕罗的这番说辞 岛内网友在台媒相关报道 评论区留言嘲讽说 对付无人机产量强果 以无人机制衡 这美国人疯了 还有网友直言 美军抢预算的日常 只是不要在那边拱火 更有网友批评称 我们的事情我们自己解决 别瞎搅和 另据台媒报道 台军今年大力发展无人机技术 除了与民间合作推动生产 1779架共5款军用商规无人机外 台所谓中山科学研究院 也研制红雀 瑞渊 腾云等 军规无人机 其中 二代腾云属大型无人机 一代旧型机因不符台军方需求 未正式交付台空军 二代机已换装新式发动机 其构型 系统都重新设计 并在2023年3月中旬进入作战测评 而据知情人士10号透露 由于在台空军作战测评期间 仍发现可改进之处 更新后的腾云软硬件设备 于今年3月中旬起执行复测 已在5月中旬完成所有测评科目 目前正在执行测评总结报告中 待完成项目总结报告后 将进入下一阶段作业 针对民进党当局扩充军备的举动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吴谦此前曾表示 我们正告民进党当局 搞对抗没有出路 一物谋独更是死路一条 祖国统一不可阻挡 堂壁当车不自量力 中国人民解放军全时代战 随时能战 将以雷霆之势挫败任何台独分裂图谋 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相关问题我们来请教台北的时事评论员 邱毅 邱先生您好 据您了解台军这一次所谓无人机制造 实际状况如何呢 台军一向以美国致命侍从 在美国的指示下 这几年来台军大力的发展制造无人机 到目前为止 大概有两个方向 一个方向是跟民间的制造厂商合作 生产无款 所谓的商规军用的无人机 但是更重要的是第二个部分 也就是由台湾军方的中山科学院 自行研制军用军规的无人机 当然所谓的中山科学院 自行研制 其实背后就是美军在指导 背后就是美国的军火商在主导 而其中最有名的 就是大型的腾云无人机 腾云无人机在第一代 生产权的结果 发生了严重的问题 台军根本没有办法使用 所以只好接着改变设计 发展第二代的腾云无人机 而到目前为止 仍然还没有个结果出来 在腾云无人机制造的过程里面 被发现确确实实有设计不当 有跟美国军火商勾结 产生的牟利贪污等等的 弊案的情况 现在正在追踪调查过程里 好的 感谢邱先生的点评 来看下一条 近期党内要求废除台监察机构的声浪再起 民进党籍民代陈廷飞领衔提案 获得29位党籍民代联署支持 不过民进党台立法机构党团总 照柯建明确说 该提案不是本会期的主旋律 在接下来四年也不可能处理 形同打点自家民代 柯建明称自己支持废调台考试和监察机构 但却说未来四年绝对不处理 等于是把民进党籍民代陈廷飞 废台考试和监察机构的提案搁置 只是这提案已经获得包括王世坚 洪生汉等29位民进党籍民代联署支持 陈廷飞更喊话 台立法机构负责人韩国瑜不要阻挡 但没想到眼下出来踩刹车的竟是自家人 立委一届的任期有四年 这个联署成立之后 接下来等到时机成熟 社会共识更成熟的时候 那么我们也还是可以通过修宪的方式 来废除监察院 因为本会期优先法案 跟政策推动方向都已经确定了 我想在未来我们会持续的 来朝这个方向来凝聚更多社会公司 面对要求废除台监察机构的声浪 民进党党团想画下休止符 但蓝白阵营反酸 过去八年 废台监察机构不就是绿营的主张吗 请他们不要当缩头乌龟 不要打假球 有17位立委出来倡议啊 岛内要求废除台监察机构的声音 持续发酵 台监察机构负责人陈菊日前也称 只要符合程序就予以尊重 但没想到跳出来踩刹车的 却是民进党党团总照柯建明 也难怪会被蓝白阵营批评 打假球 台湾的供电问题 一直是岛内各界关注的焦点 日前台经济部门主管郭志辉 指示台电研议电价分级方案 把电力分成绿电 低碳电力 以及一般电力三类 依照碳排放量高低 奠定不同价格 只是这样的构想 工商团体不太认同 那么我们也会 把这个电稍微分一下 就是一般的 它可能可以接受灰电 另外一个 做指定洗的 它可能需要更好一点的电 需要完全绿电 它可能就是商务商 此前台电在缺电时 会高价购买绿电后 在低价卖给一般用户 形同亏损 未来台电计划 将买来的高价绿电 直接转卖给企业 这样台电就不必再背负 购买绿电的亏损 对企业来说 虽然花了较高的价格 但可以满足客户 对绿电的要求 只是这样的构想 岛内工商团体不赞同 台湾工业总会指出 依照现在台湾的能源配比 不可能有便宜的电 民进的当局至少应该让 核能延维再发展绿能 而不是一直在电力价格上打转 建立政府一定要把核二核三能够研溢 甚至于考虑核四都可以重新启用 这样子的话台湾的电价才不会大于上涨 量足够的时候 然后供应是稳定的时候 再来谈价格嘛 这样才会比较合理啊 工商团体和专家呼吁明进的当局 尽快让核电研溢 只是民进的当局再三强调 非核家园的态度没有改变 台经济部门主管郭智辉还表态 台电若亏损 他不支持补助 台湾经济研究院评估 如果台电想保证收支平衡 电价恐怕要再上涨40%到50% 要原因还是因为电不够 台电必须高价去买电 持非核家园 使得台电连年亏损 对此党内网友嘲讽 不买绿电绿油油怎么吃饱长大 还有人表示 利用台电合法过水赚钱 手法真高 也有人质问 民进党当局放着核能不用 搞绿能又搞垢电 是要图利谁 民进党当局虽然嘴上说不缺电 但实际状况却是到处找电 现在他们就把目光投向用垃圾发电 想在桃园市设立固体再生燃料发电厂 此举在岛内引发猛烈批评 环保团体提醒 这种燃烧垃圾的发电方式 不仅效率比燃煤差 污染排放还更严重 黑黑一块看起来像木炭 这就是用可燃垃圾做成的固体再生燃料 不仅效率比燃煤差 污染排放却比燃煤严重 现在台经纪部门却想让 SRF固体再生燃料发电厂进驻桃园 引发桃园市政府的不满 经纪部撤销本府费使SRF装满路线需求修处 这样的一个溯源结果 力能感到一派 此事件的争议可以回溯到2018年 当时桃园市政府反对在桃园设立 SRF固体再生燃料发电厂 2020年台经纪部门要求核准该项目 时任桃园市长郑文灿允许开放 不过2023年开说明会时 遭到居民强力反弹 随后台经纪部门就颇下旅称 他们发出的推荐函不具法律效力 桃园市政府后续直接废止SRF项目 进驻桃园的许可 原本此事已经告一段落 但今年6月 台经纪部门又撤销桃园市政府的废止处分 允许SRF厂进驻桃园 积核积查的确有很多的问题出现 那我们会在短期之内会提出一个报告书 体检报告书会有一个辅导团 有这个SRF能够成功的话 其实它会让这个失业废弃物大量的再减少 此事引发桃园民众强烈反弹 当地的里长喊话 桃园人不能坐以待毙 绝不允许肮脏东西入侵家园 相关问题我们来请教台北的时事评论员 任举正 任先生您好 外界痛批 戴清德当局上凯三周 送给桃园观音乡亲的第一个大礼 竟然是复活固体再生燃料发电厂 那么对此您有何评论呢 我觉得这个讲起来也是非常好笑的 因为大家有没有记得 就是说民进党又在强调自己是绿色的 又强调自己是绿能 那么实际上呢 什么叫做固体再生能源 其实讲传统就是燃料发电 就是煤发电 这是一种最落伍的发电方式 可是现在的话 基于三方面的理由 民进党不得不破例 首先第一个 就民进党本身是靠选举起家嘛 选举的话得靠钱 靠钱的话就有厂商投资嘛 那这些制造污染的厂商的话呢 就威胁了民进党 所以说赖清德 又要继续要恢复他们的 就是固体发电 第二点的话呢就是呢 很多的老百姓呢 以为民进党本身 真的是搞环境保护的 所以说大部分一想到 就是说破坏环境的国民党 保护环境的民进党 结果呢 现在出现的结果是 赖清德一上来 就对陶云县的官衣乡 三家啊 就这种固体燃料发电的厂商 让他们败布复活 又急急忙忙的 也不顾民意的发展 那第三件事情的话呢 我觉得呢 这个是民进党真正的重点 就是呢 所有的政策呢 厂商那边也应付一下 民间的这边的反对的声浪 也继续扩大 然后最后呢 让整个环境保护的事情 不了了之 拿这个大事当儿戏啊 那么说产生的结果 你看着好了 会闹一段时间 所以说周而复始 但是最根本的原因 就是民进党的神主牌之一啊 就是反对何能呢 所产生的结果 到今天的话 一个号称需要发展科技的地方 居然电能不够 那么这个事情讲起来非常难 我相信只要民进党的意识形态 不放下来 这个问题不会解决的 好的 感谢院先生的点评 据台媒报道 台湾近年来 垃圾堆积问题严重 垃圾山遍布全台 曾经的科技岛 已经变成一座垃圾岛 对此台环境部门主管 彭启明进表示 垃圾山最快也要到2036年 才能清理完 在台湾 走入山林 迎面而来的 可能是一座座 几层楼高的垃圾山 据不完全统计 岛内目前至少有100座垃圾散市场 其中60处 距学校不到2公里 8处临近水源保护区 台环境部门统计显示 台湾近5年的散值垃圾量 已从20.8万吨 增至2023年底的84万吨 由此形成的一座座垃圾山 遍布台岛 被人言语为台湾新百岳 虽然台环境部门说会处理这些垃圾山 但台媒报道称 因长期堆积处理不掉 垃圾百岳有的已堆到三层楼高 且飘出恶臭 成了岛内最不堪入目的天际线 而岛内仅有的24座垃圾焚化厂 因多数厂龄已成20年 处理能力大减 导致更多新产生的垃圾被散制 且垃圾山会造成空气污染 饮用水污染 以及火灾隐患等 新竹和桃园的多个垃圾掩埋场 就曾多次发生大火 让周边民众抱怨连连 很臭 腐烂的味道 我不知道那附近居民怎么受得了 一年中有个一阳吃 好像很臭很不幸 空气都变得很臭 不像书家的味道 然而 遍布全台的垃圾生化武器和不定时炸弹 似乎并未让台当局感到不安 其对岛内民众生活的严重影响 也未得到重视 萨比质问 这些垃圾山什么时候能清理完时 台环境部门主管彭启明镜说 最快已要到2036年 如此迫在眉睫的民生问题 明镜的当局一拖就要12年 美国世界新闻网就此发文称 台湾这几年从科技岛沦为垃圾岛 面对南堪的垃圾百岳天际县景观 彭启明的所谓彭宫夷山 竟然还要再等12年 说好新当局的行动创新呢 文章质疑称 赖清德上任时 强调要秉持行动与创新精神 解决民生问题 回应民众期待 然而 面对岛内各地垃圾山 不实自然 排放浓烟毒气 滋生文营 潜藏疫病风险 受害民众要闭门窗 戴口罩度日 清理却要再等12年 这是有行动力的表现吗 该文指出 正是民进党当局调度处理垃圾失灵 才让台湾沦为垃圾岛 台行政机构 以七大理由 主张台立把机构改革法案 至爱难行 向立把机构提出复议 民进党更宣布 将启动下乡宣讲 所谓在野党炮轰 绿营不尊重立把机构决议 又将战场延伸街头 不但会激起社会对立 更是为了2026选举定有盘算 台立法机构改革风波 延烧到街头 民进党再出招 14号开始要下乡宣讲 国民党也说 将在22线市办说明会 第一站就选在台南 蓝绿15号都在台南办宣讲 较劲意味浓厚 但所谓在野阵营 炮轰民进党 下乡宣讲 心里打着的是其他盘算 多数的民众根本就不赞成罢免 大家觉得刚选完而已啊 给他们一点时间去表现啊 赞成改革的人 比不赞成改革的人来得多这么多 为什么会被民众罢免 民众对于罢免国民党的立委 是兴趣缺缺的 反而都还觉得这些立委做得不错 台立法机构改革法案 明明已通过 台行政机构却要求复议 国民党喊话绿营 别再为杯葛搞暴力 冰来降党 水来吐烟 要用复议阻党改革 我们就用民主 让民党知道 什么叫做少数服从多数 中国国民党团书记长 洪孟凯表示 复议案表决要用记名投票 并呼吁民进党 别想再用任何暴力行为 或意识杯葛 瘫痪一事 否则所有责任 皆将算在民进党头上 民进党意识形态的攻防 是不可能说服民众的 民进党准备从14号开始 进行全台宣讲 然而宣讲行动还没起跑 民进党及民代林仪锦 就在台湾南部某高中的 毕业典礼上 宣传所谓青鸟行动 对此来民代痛批 民进党将政治力介入校园 民进党接民代林仪锦出席台湾南部某高中的毕业典礼 至此时突然向学生大谈所谓青鸟行动 典礼瞬间成了政党宣讲会 对抗立法院 深远立法院 反黑箱反阔权 所以他们勇敢站了出来 虽千万人无往矣 尽管林仪锦讲得慷慨激昂 但台下的学生并不买单 甚至传出一片虚声 一度打断林仪锦致词 国民党及民代王洪威则直接痛批 民进党政治力介入校园 然后来批评改革法案 这是不折不扣的让政治染指校园 而民进党这些用政治让政治进入校园 真的是劣迹斑斑 无独有偶 民进党及民代钟嘉宾 日前在屏东大学毕业典礼上致词时 也以自身非扑勤报 国民党及民代陈精辉为例 称毕业生面对混乱的时代 要随时锻炼好身体 离谱程度令人咋舌 对此台湾联合新闻网刊发评论痛批 林仪锦和钟嘉宾 在毕业典礼中高谈阔论 把校园当街头 根本就忘了民进党昔日高喊 党政军退出校园的理念诉求 林仪锦及钟嘉宾洞扣 民进党党务系统 则是明目张胆把守申进校园 然而看看各方的反应就知道 民进党的这些小动作 不得人心 只能以失败收场 台立法机构改革 即将进入复议案的新战场 对此中国国民党及民代薰小新表示 相信蓝白会继续相互合作 否决复议案 兄弟再撑一下 再撑一下就好了 那所以大家就把它挺过去之后 最后退的 最后累的 最后坚持不下去的 其实是民进党 徐晓鑫喊出口号 要蓝白明代再撑一下 就是因为台行政机构 以七大理由提出复议 让台立法机构改革法案 进入延长赛 这一次国民党跟民众党 还是会在这个复议案上面 相互的合作 那要求就是说 行政院要执行 行政院提出的七点 跟复议有关的理由 几乎都是造谣 据最新民调显示 有近六成倒霉民众 支持台立法机构改革 而此前 绿营明代却还在坚称 民意不支持台立法机构改革 徐晓鑫讽刺 绿营明代只是在虚张声势 他们用这种方式来吹哨壮胆的时候 我觉得我们还是从科学的角度来看 其实不必太担心 我们只要走对的路 相信民众 尽管之前因殷亲诈骗争议 徐晓鑫饱受绿营攻击 但如今在最新的民意调查中 徐晓鑫在所有政治人物中 拿下好感度第二名 这一民调数据 也让感性的徐晓鑫忍不住落泪 表示会继续拼下去 而这股支持的力量 也将变成他鼓励其他民代的勇气 对此一步极无死所的这个心情 我相信很多国民党的立法委员 都跟我的想法是一致的 不止我 还有很多目前被喊出说 要罢免你 罢免你 罢免你的 这些人都产生很大的信心 大家要彼此互相一起帮助 这个是过去国民党 甚至蓝白共同合作看不到的 今天晚间九点四十二分 今日海峡之后将播出台湾新闻脸 让我们先读为快 台立法机构改革法案三读过关 绿营持续出招力图翻盘 今天只是下一个宪政战斗的开始 我们要捍卫台湾 这就是民进党的轨迹嘛 那我觉得反而是民意会 反铺到他们的身上 民进党高层自爆 用手机分析群众活动 意外揭露民进党监控民众 有些是小草 有些当然太阳化了 占了整个活动的流程 我们用手机子去化缘年龄 真的让所有的老百姓 心生恐惧 毛骨悚然 绿营侧翼发动罢免行动 蓝白阵营见招拆招正面回击 这是国民党所发动的 一些报复性的行为 不断的罢免 不断的选举 其实社会就是不断的对立 台立法机构改革法案通过后 蓝绿白持续攻防进入延长赛 本期台湾新闻脸带您关注 台霞卫视6月11号晚9点42分播出 敬请关注 软套工艺堆叠拼接 包覆在筷子上 平凡餐具多了细致花纹 成双成对 工艺师参加大陆文博会 文创点子大受欢迎 高雄美农的油脂伞 又被称为糖伞 至今还承袭大陆唐山的 古法制作 在地老字号工作室 近几年结合观光 开设彩绘课程 让古老的记忆有了新生命 海峡拼经济 每个周末为您讲述 两岸民众的财富故事 都走到这一步了 他奴必须得拿下 对常人必须得见 干不得 我只问怎么干 要活一块活 要死一块死 我可不想死 咱们就是求个盒子 你就是杀了他 他也给不了你这么多钱 我欠你们的呀 孩子话不能说 风吹半响 六月九日起 每晚十八点四十五分 就在海峡卫视 欢迎回来 我们继续来看新闻 凤梨是台湾九富盛民的水果 用其制作的凤梨酥等 也是台湾伴手礼的代表 如今 在平潭担任乡村营造师的台胞 将台湾凤梨品种带到平潭 并建起了凤梨观光生产基地 来到平潭台籍乡村营造师 廖正渊的凤梨基地 他正在凤梨田内忙碌 他告诉记者 这个品种的凤梨叫台湾金钻凤梨 还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会成熟 现阶段一定要做好除草防虫等工作 保证凤梨顺利丰收 目前平潭台湾凤梨基地 有金钻凤梨和西瓜凤梨 预计分别在六月底和八月摘果 这也是廖正渊从全台二十余个品种中 经过挑选试种 并最终大面积种植的精品 经历了三年的时间 然后试了各个地方的土植 然后发现南载山这个地方呢 是非常适合我们台湾凤梨的一个 生存的一个地方 所以呢 我们就把它引进进来到这边来试种 那这个种的过程当中呢 有两年的时间呢 是小规模的试种 然后试种的没问题 长出凤梨的以后 我们才决定说 大范围的去种植 除了将凤梨引进平潭 廖正渊同时也将台湾传统 凤梨酥的制造工艺带到了蓝岛 目前坚持纯手工制作的平潭凤梨酥 虽然产量不高 但是廖正渊仍认为 凤梨产业能在平潭健康发展 目前他也计划逐步打开电商等市场 让更多平潭乃至岛外的大陆民众 吃到正宗的台湾手工凤梨酥 一产的凤梨我们采收了以后 我们做二产 然后会从电商方面去着手 然后推向全国 那就是把凤梨酥推向全国 然后第二个呢 就是说我们希望把这个村 把它打造成一个 我们所谓的凤梨观光基地 凤梨观光工厂 然后把这个人流全部带进来 在平潭不是只有看海而已 我们也能看一个凤梨海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 您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 关注今日海峡的官方微信 和今日头条平台 获取更多音视频资讯 请登陆福建网络广播电视台 3w.fgtv.net 或手机下载海博TV客户端 收看本期的相关节目 如果您错过今天的直播节目内容 请看福建IPTV宽带智能电视 点播回看更多精彩内容 获取更多权威信息 请关注福建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 官方微信公众号福建发布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感谢您的观看